開米颱風襲來 可以看到台北早上風雨 是比較沒有那麼的強烈 可以看到我左手邊 有非常多的民眾 想趁這個機會 來看一場電影 開米暴風圈 逐漸進入台灣本島 24號全台 21個縣市停班停課 趁著風雨增強之前 民眾一早就來到影城 買好爆米花 熱狗 度過這個颱風天 我本來是訂晚上的場 因為下半天要去看 然後就因為剛好放颱風天 所以想說白天就出門 今天上半天好像風雨 稍微小一點 就改早上來看 不到中午12點就來看電影 因為真的沒有地方可以去 影城部分 北部地區已經有幾家業者 暫停營業 秀才宣布北北基 以及花蓮 台南不會開門 威秀則是雙北 桃竹還有花蓮 國賓同樣有三個縣市 宣布停業 能看電影的地方 就只剩下白老匯 以及印八九影城 不過下午會是風雨大小 調整營業時間 另外在KTV部分 則是在23號晚間 宣布放假那一刻 就被搶定一空 還一度造成網頁大當機 難得放假把握時間來唱歌 不過想去逛街的民眾 也一定要注意 北部百貨 星光三月 包含信義天地 南西店 台北站前店 等九個分店沒有營業 微風百貨則是七家分店休息 至於同一時代台北店24號 同樣暫停營業 但還是提醒 非必要別出門 店家沒開 撲空事小 但遇上危險就真的 得不償失 TVBS新聞 張家寶審視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北部電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